哈喽,我朋友大家好,我是饿动狼的海 上次杀鸡的时候 一次杀了两只 就是跑了一只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全杀了 一直当天炖着吃了 然后一直放在冰箱里面 留着,今天想着把它亲密一下 我们还是把它 给它剁了 然后炖了一个板栗 然后我还去买了一袋 这个猪尾巴 还有这个腊肠,待会儿炒了吃 今天又可以喝一粥 哈哈 又有好吃的 多了多了,但冻刀子的事情 还是我弟弟他们来搞 是的 那工程 还没有 很多不正常 郁炒 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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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油 牛排 沸騰 如果有水 要做蒸大了 烤面 蒸大蒜 蒸大蒜 蒸成蒸大蒜 蒸大蒜 蒸的是蒸它 蒸雞 放入冰箱 大蒜 油 鱼 厚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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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样子 这个是小龙虾虾球 就跟我们上次那个朱利湖北 那个直播间里面的虾球一样的 这是我们觉得好吃 然后自己又买了 把这个大盘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虾球就方便一点 不要剥 不需要怎么剥 只有虾尾巴 没有那个脑袋 它是小龙虾 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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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排箱 蛤 不太嫩 辣不辣 我吃鸭好了 好辣 你吃点 吃不饭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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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